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前面把八纲辨证的表症、理症、寒症、热症、虚症和实症 它的临床表现和它的症候特点 以及病因病气的分析 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过 不过希望大家要在学习的过程中 尤其是对于寒症、热症、虚症、实症的时候 最后我们又讲到了有真假的问题 比方说有真寒、假热、有真热、假寒 这个大家要记住 除此之外还讲了有真虚、假实 以及有真实和假虚的症状 像对于真实、假虚 以及有假虚、真实的情况下 我们在阴阳学说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共同学习过了 又叫做大食有雷诏、秩序有圣喉 我们把八纲辨证、表症和理症、表和理、寒和热、虚和实 这和大家共同学习完了 下面在八纲辨证里面还有一个叫做阴阳辨证 就是有阴阳的辨证 这个阴阳的辨证就是阴阳是归类 主要是大家注意一下是归类病症的两个纲领 就是我们讲的阴阳辨证 它主要是归类是归类病症的两个纲领 那么是归类病症的两个纲领 那么归类是啥呢 比如我们说 比如说吧 像表症和理症 另外呢它又有热症 热症有寒症 再下来有实症和虚症 你看 把它一归类 我们把前面学到的表和热时 在归类里边 属于阳证 属于阳证 那么把理症 寒证 虚证 这里边呢 我们把它的归类 就是首先归这一类里边 属于阴证 那有人说那具体的 那阴证和阳证 阴证或者阳证是啥 那这里边呢 就是在病变的过程中呢 寒和热呀 你想表里呀 寒热呀 虚实呀 在这里边呢 相对来说呢 无法的把它具体的概括成 这个具体的临床表现 所以我们说呢 大家在这里边学到的这些呢 就是记住 表症那么就是阳症 热症也就是阳症 实症那就是阳症 但是我们说呢 要从后面来治法中来说的话呢 阳症的病一般来说是比较好吃的 那么阴症的病呢 相对来说呢 就比较难使 比如我们在前面讲过的像黄胆 黄胆里边呢 有啥呢 有这个阳黄和阴黄 相对来说呢 阳黄呢 就比较好吃一点 阴黄呢 相对来说的话 那治疗上呢 就比较困难一点 你想还想到的水种 水种有啥呢 有阳水和阴水之分 对于这个疮痒 有阳阳和阴菊之分等等 从那来说呢 这就是一个啥呢 这是两个肛理 把这个病症呢 用阴阳的方法呢 把它呢进行这个归类 给我们呢 指明了一个大的一个 治疗的一个方法 辩证的一个前提 所以说呢 阴阳两肛呢 是统帅这六个肛呢 就是统帅哪六个肛呢 表 热 你想石 力 虚 寒 等等这些 它是一个总肛 那么阴阳呢 有的时候呢 你想把它划分开了 你有时候也不能 绝对地把它划分开 所以我们说呢 有时候它是一种相对而言的 比方说有一些既有阴症的 既有 讲到虚症的话 你像 比如说在临床上 既有阴虚呢 又有阳虚等等了 所以说呢 这给我们提到一个提纲协领的一个作用 下面呢 我们就来学习 这个八纲啊 八纲症之间的 还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学这个八纲之间的关系 前面讲了表症 理症 热症 或者是寒症 往往呢 在得病的过程中呢 病人呢 既有表症又有理症 有的时候呢 还出现啥呢 既有寒又有热 还可以出现啥呢 既有虚又有实 所以我们来讨论 讨论的第二项内容呢 就是八纲症之间的关系 八纲症 八纲症我们前面讲到了 有表 热 食 理 含虚 理 含虚 属于这个阳 属于阴症 这是属于阴症 那么这上面的书属于阳症 那么八纲之间 他们又有什么关系 八纲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因为关系呢 是比较错综复杂的 我们把它呢 主要的归类一个啥呢 把它归类有三种关系了 那么哪三种关系呢 一个是正的相间 二一个是正的错杂 三一个呢 是正的转化 第一个呢 是正的 正的相间 对于正的相间里边呢 有 它有广义的 和狭义之分 什么叫广义的呢 就是各种正啊 相间存在 就是广义的 就是指 就是各种正啊 比如说表正理正 寒正热正 虚正失正 就是这些正呢 阴正阳正 这些正啊 都是相互的 相间 就是相间的 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在临床上讲的呢 主要是指的狭义的 这个相间 什么叫狭义的相间呢 所谓狭义的这个相间啊 就是在疾病的某一个阶段 它有一个前提 疾病必须要在疾病的某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来说 那么在这个阶段里边呢 出现了两个 或者说两个以上的症 就是在疾病的 它表现了 出现了 出现了两个以上的这个症 那么 这是叫做相间 出现了两个呢 比如说有表正 有热正 还有个啥呢 实正 就是表正 热正 实正 或者说 表正 寒症 虚症 等等 这是出现了两个 或者说两个以上的 那么也可以出现啥呢 李虚症 或者说这个 李 这个 李寒症 李虚症 像这个李寒症等等 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呢 要注意一下 在病位上 没有表理 就是在他们在病位上的 但是在病上没有表理的 那么在病性上的 没有寒热的 和虚实的 和虚实的 相反的 就是在病位上 就这里边有一个要求 但是 在病位上 病位是啥病位呢 病位就是指的这个表理了 就是在病位上 它没有表理了 另外呢 我们说在病的性质上 还有一个讲到的 它在病性上 没有寒热和虚实 就是在病性质上 就是在病性上 它没有 寒热 虚实 像这一些相反的 注意 这两个字是相反的 因为说虚和实是一个相反的 那么寒和热呢 它是一个相反的 就是有虚实的 像寒热的这一些 相反的这种情况的 存在的 就是相反存在 存在的这些 情况 我们把它叫做狭义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学这个 八正之间关系的时候 讲到正的相间的时候 我们主要的承认的是狭义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了解到 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它出现了两个 或者说两个以上的 就是出现了两个两个以上 那比如说两个 我们来看这 那出现了表证 热证 实证 这不是三个了吗 可也可以组合表证 实证 表证 寒证 或者是啥呢 这个虚证 它有这些 领常表现的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们把它叫做相间 好像呢 在这说的时候呢 大家呢 有一点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说呢 根据这个正的相间的 这个概念 根据正的相间概念 那么我们在这里组合一下 那有啥正呢 表识 寒证 又有 表识 有寒又有热 表识热证 那在这两个病症 你看同为是啥呢 同为表识症 都是所以表证和实证 但是呢 又有啥呢 又有寒热的不同 就是说 在性质上呢 有寒热 那大家说这个寒热 比方说有 怕冷啊 发烧呀 等等 有寒热的不同 另外呢 同为表证 同为表证里边呢 又可以出现是 表虚寒症和表虚热症 就是同 都是属于表虚症 但是又有啥呢 寒热不同 有表虚寒症和表虚热症的不同 那么对于理症里边呢 理症里边有理食寒症 就有 对于理症 我们说先来把 并未来看清楚 有理症 食症 理食 理食寒 含有 理食热症 在理症 在理症里边 同为理虚症 注意一下 同为理虚症 有理虚 实症 和 理虚 含症的不同 那么 就是根据 根据咱们这个 狭义的概念 用 排列的方法 排列出了这八种情况 但是八种情况里边 对于这个表虚啊 同为表虚症 就是 同为表虚 同为表虚症的 它的寒热 您说表虚寒 和表虚热 相对来说的话呢 好像见的 要比较少一点 所以说呢 有一些医家呢 就对这里边 表虚症的说法 就是外感了风邪 导致了有出汗 就是 一种认为呢 是汗出 就是有汗的情况下 我们把这种情况下呢 叫做表虚寒症 实际上说 真正的要说 表症 虚症 寒症啊 是比较少见的 但是一般医家呢 就是说 这个中医嘛 它各家学说 就认为 如果说出汗多了 那就是属于一种 表虚寒症 其实呢 它的表症啊 有汗无汗 这个时候呢 不一定就是虚 这主要的是根据 这主要的是根据人体内的 汗孔的闭塞开泄而言的 不是指的真正的 我们说前面讲过的 这个虚和实 所谓的虚是正序不足 所谓的实是 是啥呢 邪气较盛 那不是真正的这个含义上的虚实 所以说呢 在以往的这个说法里面呢 主要是指的是汗初 或者说呢 还有一种的说法呢 就是这个废气虚 废气虚了以后呢 为表不顾 就是废气虚啊 认为这是个虚证 为表不顾以后呢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是所谓的虚证 实际上不是真正含义上的 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虚证 所以说呢 也就是这六种情况 所以我们下面呢 来看一下这个图表 来看一下这个图表的话呢 那么这个相间的情况 相间情况呢 实际上呢 刚才我们说就这六种情况 也就是说 把这种情况 两种情况除掉以后 那么属于这六种情况 首先是表实症 表实症里有表实寒症 和表实的这个热症 那么都属于实 实词讲到的人体的表症 是病变的部位在表 所谓的实词讲到啥呢 邪气胜正气不虚 正和邪之间呢 人体得病以后呢 正和邪要进行抗增 那么如果说是表实寒症 它表现出来的特点 大家注意看 是物寒重发热情 那表寒症啊 是物寒重发热情 无汗 不出汗 汗孔闭塞 所以脉象是啥呢 脉象是浮井脉 如果说是表实的热症 你看 从这寒热里边 我们把它区分出来 它是发热重 发热重 物寒清 所以说呢 大家 有的时候说呀 中医这该背的东西呢 比较多 所以我在讲中医诊断的时候 也给大家说了 你别担心 你记不住 只要你听过了 你脑子记住 有这么回事 反复强化 会让你能记住的 你想比如我们这里边就出来了吗 你看这不是出来 讲到的 问诊的时候 一问寒热 你看这里边说 如果说物寒重发热情 那是属于表寒症 但是这时候证据不虚 所以说无汗迈向浮井 如果说表示热症 发热重物寒情 热邪嘛 长我一点 热邪伤心 可为可 当然我这说后面 比如说我们再讲到辩症的时候 或者你先 这实际上是变了个啥症呢 变了个感冒 你是风寒感冒 还是风热感冒 是风寒的 还是风热的感冒 比如说 假如说我要在这说 那么同属于 这个刚才我说的是 这个表示寒症 那表示寒症 那实症啊 所以我们就要给他要干啥呢 发汗 解表呀 你发汗解表 你可以选啥方子呢 我觉得你可以选用 我给大家提示一下 你可以选啥方子呢 酒味呛火汤去 那这是实症 如果我们说呢 出现了这个 风这个表示热症 所以表热症 这时候我们制法的时候 就要给他要 苏风 清热 我们建议大家啊 可以选谁呢 可以选 银俏散 假如说后面 大家喜爱 学方济 学中药 学中药的话 你就选用一些 酥酸风热的药 学中药 学的话呢 你对于 表 这个食 寒症的话 你要选用一些 发散 解表药 就是讲到 发汗解表药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理症 理食 理症 都是所以理食症 所谓病变的不畏在理 症气不虚 但是又有寒热之分 那么所以理寒症的话 这病人表现出是 行寒姿了 哎呀 怕了 因为是寒 气血不旺盛 气血不充盈 面白 寒症 注意一下 大家记住 说的多了 你就记住 口不渴 一般来说是寒症 你看口渴 肯定是什么 热症 那么热症的 寒症的分泌物 像痰息 尿氢 或者说 还甚至出现变糖 如果出现了一些 肚子疼的话 冷痛俱暗 胎白 脉 因为寒 脉向 沉 紧 脂 等等 那么这是一种 寒症 所以说要从中药学的角度上来说 大家有兴趣我们这本课开完以后呢就要上中药学 你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给它温理 温理要干啥呢 温理要去寒 要温理去寒 把这个温理呢 你这个病面不一定是在里吗 由于寒寒给它要干啥呢 这个去寒了去 那要去寒 如果说出现了 如果说出现了里热症 你看 壮热面赤 你看前面是面白 这是面赤 前面是怕冷 这是壮热发烧 前面口不渴 这出现了口渴了 那么前面呢 我们说可以出现便洁 这是大便 那么便糖 这是便啥呢 便干洁 前面是尿氢 这是尿氏黄的 前面出现的是舌胎白 这是出现了舌红胎黄 寒症的话 迈向沉寒 热症的话 迈向滑溯 所以说 你看 这是出现的 里食热症咋办 里食热症 食者泄脂 热症 所以说要给它要干啥呢 可以选用一些清热 它是一种火热的病症 那你就要选用清热泄火药 比如说大家学方剂的话 我们专门就有一张的药 叫清热药 那换说了 在临床用药的话 你就给它要泄火的 你就要写用泄火 像石膏呀 织母呀 黄青呀 黄莲呀 金银花呀 莲桥呀等等 那根据它的热的情况 我们来再选择药 那么如果说呢 都同样的都是 同为理虚症 同为理虚症 有理虚寒症和理虚 理虚的是啥呢 这个热症 也就是说 同为寒症 虚症 但是有啥呢 有寒热不同 如果说呢 同为寒 你看这个寒啊 理虚寒症 有胃寒 刚才是心寒 这胃寒滋冷 神皮乏力 你看还是出现了 尿清变糖 冷痛喜温 似乎和这个理寒症呢 还是有点像 但是这里边 你就要看它 关键的看了一个啥情况呢 看见一个脉 你在这里 我们来对比一下 理虚寒症和理虚寒症 看一下它的脉象 它的脉象是脉 尘尘 耳无力 这是脉 尘 或旋 有虚的现象 但是这个是形寒 这是一个啥呢 胃寒 啥叫胃寒 得一备以后 得一备以后 加衣服 得一备 进火炉 可以得到缓解 它叫胃寒 那么物寒呢 你再弄热 它都怕了 那么胃寒 一般来说是由外而感 物寒是体内阳气不足 记住 这是阳气不足 你看我 我有时经常见到 坐一些公交车上 像老年人 阳气不足啊 坐到公交车上的 那个空调 它就特别怕了 那实际上是个 阳气不足现象 是个阳气不足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热症 那也就是说 这个对于理虚 对于理虚症 理虚的应该说 理虚寒症 你这时候 你还能再选用 温理去寒药呢 这时候一般来说 要给它要 叫我认为啊 要给它要补肾 那么实际上 这时候大多数 要补肾助阳 补阳气的 实际上是要补阳气 补助阳气的 你想我跟大家说一下 像咱们到了夏天 因为常说的冬病夏至了 那你冬天怕冷 夏天现在热 那吃点水盆羊肉嘛 那个也是一个干啥呢 补助阳气的 不一定说 有时候非要去吃药去 吃药能补羊 实际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 也有一些补助阳气的一些食物 比如说有人常说这句话 冬天吃狗肉补肾壮羊的 狗肉是个啥呢 是个热心的 那如果说你是个羊 理虚寒症 我们用食物来补嘛 你再比如说核桃 核桃就是个补肾羊药 核桃就是个补肾羊药 比如我们再说狗鸡子 狗鸡子是个补阴补羊的 但狗鸡子是个羊都补的 你看有人说吃了狗鸡子就上网了 那么这就是对于理虚寒症 如果说是里边的是虚 又有理虚 这个应该是理虚热症 这些错了 对不起 理虚的是热症的话 理症又有虚的 你看它的临床表现 临床表现消瘦 你看大家注意一下 我前面不是讲过忘形体的 胖人多湿 瘦人多长的 瘦人多火 形体消瘦 五心凡热 这个五心是指的手心脚心 凡热 心口 凡热 午后全红 到了下午之后 这实际上是一个啥情况呢 实际上是个阴虚的这个表现 午后这个出现了全红 口罩烟干 老是一些口干的 潮热倒汗 像有人说呀 我睡着了这个出汗 为贼道发热 蛇 你看蛇是酱 酱蛇比红蛇呢更深 咱们前面在望蛇的时候 它比红蛇呢更深 说明热血叫重 但是脉象是细缩的 所以说你像对于这种病症的话 我们往往的都要给他要滋阴 来起到给他滋阴降火的 以补阴或者说补阴降火 像有人说呀 我这肾虚呀究竟是阴虚呢 还是阳虚呢 像实际上这种情况下呢 是一种肾阴虚的 或者说也有肺阴虚 未阴虚的等等的这一些现象 当然我们后面再来具体的讲 究竟是哪一个脏腑的阴虚 我们再来具体的补 总的来说一个前提 给他补阴 来写这一些虚火之下 这是我们学到的这个病症啊 就是讲到的症的这个相间的内容 症的相间 这节课的内容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